Hello 大家好 這條片就來到6月26日星期六的沙田日菜的菜馬心水 今次就繼續跟大家分享我的心水 包括全日馬蛋一隻和兩隻的半眼精算 希望大家 在看這條片之前 記得幫我讚好這條影片 先給我一個Like 然後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很感謝大家支持 希望在接下來 只剩下六七次賽事都可以繼續提供好的心水給大家 在講話之前 我有幾件事都想提醒大家 第一件事就是 接下來星期日會跑日本馬 我應該會在YouTube出心水 第二件事就是 在暑假賽期內 那些外國轉播的賽事我都會繼續出心水 所以大家可以記住我的YouTube頻道 為什麼要訂閱就是這樣 不會錯過我任何一次的心水 還有一件事要說就是 除了賽前的心水片之後 我亦都會有賽後的節目 去跟大家去看一些賽後焦點 所以就記得 大家留意著 我的頻道裏面的 除了創馬心水片之外 也收睇我的賽後節目 有什麼意見提出 等我去改善 我亦都會跟進和接受 希望大家留言多一點 和告訴我我有什麼不足的地方 好 那就這些台務事就說完了 說回那個天氣 因為這個星期受到低壓槽的影響 大家都知道 下雨的狀況 這個星期都是維持著的 但是 隨著低壓槽的影響越來越小 離開了 再加上 天氣報告也顯示到 星期六的天氣狀況也會好一點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我經常參考的app 一個網站 去看下雨的機率 你看到其實 這個是星期五下售開始的 下雨的機率 其實都是維持在10%左右 而星期六 都是只有 10%左右的 那個下雨機率 這個就是星期六 12點開始的下雨機率 你看到都是比較低一點 我想 周末的狀況也會多勻 甚至短暫時間一陽光 那個下雨的情況 我相信對場地影響 會很小 好 那就 減馬了 說回馬 這次 全球馬膽 就選了第10場賽事的 20012米 這一場我就喜歡 11號的必長勝 這一匹馬 我相信 其實他在這一鋒 就很好跑 一來他本身 他的跑法 就是跟前 帶頭也行 其實這隻馬 跑法也是靈活的 他和我剛剛在星期三選擇的12馬 都是一樣 類似的跑法 放頭試過 跟著馬跑也可以 其實這隻馬的跑法靈活 他會很好跑 有時候 多馬走 你就跟著馬跑 沒有馬走 或者場地利放 你就帶頭 這些馬就最容易 發揮了 所以做馬膽會比較穩 這隻馬這場賽事 我猜他可以自己走 或者跟著馬跑也可以 因為 這場賽事前置馬 是比較少的 你看看 哪一隻馬會帶頭 這場可能是很學習會帶 還有必長勝會放在前面 然後 那一隻的閃電精靈 都可能會跟前一點 其實就沒有什麼帶頭馬 所以這隻的必長勝 我相信他可以賺到一個 晚步速跑 他也是一隻主動型跑法的馬 背著他輕綁跑 我都覺得他的競爭力 是有在 其實這一匹馬 初出的那一局已經贏了 贏得很出色 然後 在最近那幾局 其實這一匹馬 都表現得很穩定 最重要的是 這一匹的深馬 其實對神操來說 他是很乖巧 他是比較餘老 不會說是很搶眼 或者是很勤力的馬 神操是懂得偷懶的 這些馬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他很成熟 而且他沒有什麼特別怪的脾氣 最近因為天氣熱了 天氣熱了 會不會臨場穩陣 這些是不會的 成熟的馬 他的好處是 表現他比較穩定 再加上 他看到近這兩局 表現給我看 這一匹馬其實二班 是值得贏回場的 因為你看到 他前一局背著頂磅 跟著一個很快的步速 45秒79 回來就 輸給我一隻12馬 其實這一場 顯露到他的實力是很高的 背著頂磅 都可以 讓一隻12馬 回到輸 少少 讓一隻18磅 其實這一場的表現 顯露到他的二班 是有能力的 上一局就跑了這個二班 正正式勝 那一天 又是 第一 就不利放頭 利後上 這一天的B 第二 就是這一場 賽事 頭一段的快到45秒21 是非常快的補充 基本上 擺在前面的馬 都散了 除了一隻必長勝 我們可以看看 他是虧了兩樣東西 快步速再加 跑道形勢 也是差 他也是虧了那個 不利前置的跑法 但是 你看回這一場 很簡單 三隻馬在前面走 好眼光 標之未來 和必長勝 好眼光再出 換了場地跑 跟著一個曼小的補充 入Q 然後標之未來 再出跑三級賽 也可以跑第四 你想想 必長勝 這一場 賽事 他是最遲散的一隻 跟著一個快步速 還要跑到 北利方 也跑到第三 可想而知 你再想想 他這次再跑 的機會 是不是會大很多 因為 一來 跑道未必會 那麼未後上 二來其實這場賽事 我都挺肯定 補充一定是慢過 剛剛某場那麼快補充的賽事 他就好跑很多 這一場 所以這一隻的必長勝 既然上次 克服了兩個難度 都可以跑得好 這次再跑 隔一個月 再跑 結好操練也是正常 落草地這些馬都沒問題 我覺得這場賽事 隨著 肥仔 開始要讓他綁 這一場 這隻必長勝 應該會主動連跑 會更加好跑 兩隻馬再對壘 我相信必長勝 是有權反先的 那就選了這隻 必長勝 好 另外半眼精選方面 其實這次的 禮拜六的賽事 我是 相當缺乏信心的 因為我覺得 水準相當之參差 還有有很多馬都看不上眼 選不上手 所以這次的半眼爭算 可能都是盛回八、九倍的馬 第一隻我選了 在第一場賽事的 五班1650泥地 這一場我本身來說 有兩隻我喜歡的 一隻是嘉喜旺 一隻是紅海之星 最後選了三號的紅海之星 一來我相信今天 盟家糧手馬挺好的 即是星期六 你看到整個手 紅海之星 健康美麗 龍鳳城場 然後還有安城 元朗之星 無敵勇士 和必長勝 整個手馬 我覺得 這隻的紅海之星 可能是配合 馬房的 出擊 所以 紅海之星 我最後選了他 其實這一匹馬 除了說 馬房部署 是配合到 整個馬一起跑之外 其實他本身也有 他的能力 擺明追捕尾 上一局 第三我完全看不上眼 但他真的跑到第三名 而這一場 我們可以看回 其實這一匹馬 都是蠻高難度的 克服了 我們可以留意下 九檔那一隻 紅海之星 其實這一隻馬本身來說 他是一隻 都蠻急口的馬 神操要下馬定基 也是很難操控的馬 但是在這一場賽事裏 他早段留得很順 而且這隻馬 反而 他不單是沒有搶口 他簡直是不太跟得了 你看到現在馬五中間 紅色三那一隻 開始要比 他不是搶口 他簡直是 不是很跟得了 所以我覺得 這一匹馬的僵口 隨著陣上開始跑 這隻馬的僵口好了 現在看到紅色戰爪 指著中間那一隻 他是有點跟不住 亦都沒有搶口 證明這些馬 開始慢慢適應的環境 他是開始收斂到少少 然後再看他入到直路 就是黎海榮的跑法 其實根本 黎海榮這場是跑到 射得不得了 我們可以看他入到直路 現在紅色戰爪指著 你看他 推騎的力度 根本是不夠的 然後打幾下反手邊 完全是很輕力的 你看看他右手 根本是沒有 盡力拆騎的 沒有大幅推騎 你看他的推騎幅度 不夠的 這場騎得很射的 在最後八多米 看到隻馬好像有 然後再大力再騎多兩步 回到第3 他追得很好的 這場賽事 直路初 射騎 最後一百才 打兩邊重手一點 隻馬已經是立即撲上來 回到第3 其實這場賽事 顯露到他 來到5班的一個分 他真的開始有能力 可以反勝 看看分 今季初才來的 這場賽事 即是今季初才開始跑 由68分減到現在35分 當中是跑了 11場 上次跑的第3都減了1分 其實這些馬根本是減分減到過了 所以你叫他上次一落5班 即刻可以跑得好 上次還要看直路 尼凱榮的跑法 都可以跑得好的話 其實這隻馬 我相信 他今次換了梁家鎮 更加硬正 是會更加好的 表現 這匹馬另外 除了評分方面好之外 也有幾個好處 除了剛才他的薑口 收染了之外 他本身來說 這次是升了磅 以往這匹馬 也算是1000磅 鬆一點 小顆 今次這匹馬 就升了一些磅 升了17磅 上回1041磅 我經常覺得一些小顆 那些1000磅鬆一點的馬 升了磅是一個好的笑頭 證明這些北半球馬 在食料方面 開始 吃得夠 吃得飽 以前可能這些馬 因為北半球 轉了一個新的環境 他們未必說 那麼食料 做得那麼好 但現在慢慢開始 唯有好在 也都適應了環境 馬又開始 似乎在陣上表現 給我看 沒那麼急的時候 又升了一些磅 證明食料做好了 適應做好了 我覺得這場賽事的紅海之星 我就追他一次補尾 希望不要追補尾 糟糕 因為上次我真的沒有能力選中 對不起 這件事很坦白說 這次擺到明追 但是似乎各方面的條件都好了 我覺得可以試一試 我想這些馬 如果你看他的 富系和武系方面 他似乎 泥地合跑之餘 富系有什麼人者傳心股 OK 然後富系和武系 都是有很多馬都是跑中距離的 再加上這隻馬 小隻粒 他應該跑中距離好 所以這隻馬我就博一博他 他是一隻中自營後上馬 還有 他就需要一個快一點的補助 才可以留得順一點 追得好 這場賽事其實我相信會有一個快一點的補助 因為譬如說 1號加州明進會走 另外 加喜和武會擺前一點 亦都有機會 10號加應風賽會帶頭的 這隻馬 還有 13號幸運勝區 這隻馬 增程再跑 上次都可以 千二手到第二位 這次應該都會擺在前面走 變相這場其實有足夠的補助 我相信 如果拉快一點 等這隻馬 一檔二樓D 入到直路追放頭馬 我相信他是會好跑的 所以就搏一搏這隻 紅海之星 希望跑得好 最後一隻的半冷精算 就選了第九場賽事 這一場我就追了一隻 追了一隻巴道的馬 巴道也知道跑完這一次 他都沒有了 提早投輸了 因為停賽 今次我也追了兩隻巴道的馬 除了剛才那隻必詳勝 我就追了這隻 14號合火紅心 這一匹馬 其實星班我都覺得 沒什麼 太大的難度 因為 最近看到來到季尾 隨著水準慢慢降低 看到星班馬的成績很好 譬如天賜寶 正本寬心 這些本身在五班 都可能 本身是他的班 都未必太上風 一星班都可以再贏 證明現在星班的阻力 是低了 因為水準低了 雖然火紅心我會要的 雖然是星班 因為上一次 其實他四班贏的一場 是很刺激的 他的姿態也很輕鬆 還有很震撼的 那一場賽事 雖然說他賺了快步速 亦都當日 是很利外面後想 他都賺了形勢 但這隻馬 在想一下他贏馬的姿態 其實真的很輕鬆 我們可以看一看片 看看這隻合火紅心 怎麼贏 這場紅色箭咀 在後面 尾三位置 藍衣白武 那隻 就是合火紅心 這場 他是完完全全 完美KO 那一隻 的四班 短途中堅 聖岸材 他和聖岸材也一樣賺 大家都是外面 但是你看看 合火紅心 這裏仍然是很厚的200米 但是他一撻著魔帶 現在打正手邊下去 那隻馬馬馬馬馬上飆了 你看他衝上的勢多厲害 三排兩步過那隻的聖岸材 回來收薑 輕鬆贏 以這個姿態來說 其實根本 不是400馬來的 你這麼輕鬆KO那隻聖岸材 大家都是賺外跌而已 大家都賺快補足而已 但是他完全全KO的聖岸材 聖岸材 很多馬 贏過聖岸材之後 的成績都很好 聖岸材是一個指標 所以這隻的火紅心 這次聖班跑 我都會繼續要的 這隻馬 因為 他的質素很好 還有後徑真的很厲害 那這場賽事 他會很跑的 因為你看 很多馬帶頭的 跟你說 帶雷暴走 膽帶威馬會走 無敵勇士會走 神之水敵會走 起碼四隻的帶頭馬 智岸材會不會放在前面 亦都有機會 所以這一場 很多馬都會用一個前置的跑法 他會拉快補足 讓這隻的火紅心 可以站在快補足 後上追得好 這些馬 後勁那麼靈禮 有快補足更加幫到手 雖然說這些馬是聖班 又排出外檔 又轉了人 但是這些馬不要緊 他本身 你看到他跑得好的兩場 他是在外面蓋人 他跑得差的場 就是在馬嵐找位 就不好 所以這些馬 他都是喜歡在外面蓋人多一點 這些馬喜歡在外面蓋人的 排外檔 OK啦 有什麼做的 升班 升班也是跑回贏馬路程 我覺得OK 還要 給巴道跑 賀宗 賀宗 和巴道 都差不多 鬥後上馬 我覺得 兩隻都是OK的 賀宗 其實不是說不跑這隻馬 而是他根本做不到榜 所以就給我巴道跑 希望這隻馬 都可以跑得好 我相信他的潛力 是挺豐厚的 挺好的 前景 所以就要這隻合火紅心 好 今次這條片 的深水 就是要了必詳性 就是傳人馬大 另外半眼精選 就是合火紅心 和紅海之星 一陣片尾會 會展示一張相片 給大家看 會看得清楚一點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 買少一點 因為今次我的信心 是很低的 純粹是給大家做個參考 希望都中到 好 這條片講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讚好 訂閱 和分享我的影片 下次 再和大家談